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巴林,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675集 夏大军才是真的坐着轮椅 他的复建还没结束 就被从香港接来 还不知道下架一群人 现在都指望着要靠他养 从香港到阳城 又从阳城到鹏城 一路都没休息过 用得最快的速度 大少爷在他身上花了可多钱了 在香港看病 每一天花的钱都不少 夏大军心想 自己总算有了回报的机会 他没空去管老乡小雨 下了飞机就直接被带到杜兆辉面前 杜兆辉觉得自己的想法不太管用 可夏大军人也来了 杜兆辉还是见了他 夏小兰不是康伟女朋友 这点出乎杜兆辉的意料 但瞧这夏小兰那样吧 还是挺被看重 杜兆辉也看不懂了夏小兰的路数 按照夏大军的说法 夏家就是穷乡下的农民 夏小兰看起来和汤市长很熟 和康家关系亲密 现在又冒出一个在军队的男朋友 杜兆辉觉得 这次的麻烦 从夏小兰身上入手 或许是能解决的 他就像是一个纽带 把所有相关人员都联系到了一起 一瞧见夏大军 杜兆辉就很是为难 对不起 我没有把你女儿送去香港 夏大军急了 大少爷 这咋能怪您吗 是小兰她自己不愿意去 哎呀 是我想的不周到 忘了她还要上学呢 杜兆辉在心里吃笑 就算不上学 夏小兰也不会去香港的 原先想不明白 杜兆也现在可瞧得清楚 夏小兰已经用女人最擅长的武器 抓住了比较有权势的靠山 夏大军的女儿 真的和夏大军的猪脑子不一样 所以 夏小兰很果断拒绝了去香港 这是觉得 自己能在内陆发展得更好呗 杜兆辉叹气 大军啊 现在不只是你妇女之间有误会了 现在啊 她都觉得 是我做错了什么 杜兆辉把发生车祸的事讲了 车子又不是她在开 有什么责任 也是司机的缘故 她杜兆辉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该赔偿多少钱她都除 绝对是按香港的经济标准来 双方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 非要这样剑拔弩张 不能解决任何矛盾吗 杜兆辉的讲述 让夏大军一惊一乍 听说杜兆辉的车撞伤了夏小兰 她紧张地抓紧了轮椅的扶手 听说夏小兰只是点擦伤 夏大军才惊魂出定 杜兆辉问她 大军啊 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对 人没事就行 为啥还要那么咄咄逼人 杜兆辉不会说假话 大少爷从来都不是自己开车 夏大军想起夏小兰的性格 也觉得头疼 夏小兰一直就是争强好胜的 抓住别人大一点的错误就不放 就像她和刘芬本也不必离婚 两口子过日子哪有不吵不打的 都是一家之主的男人说了算 也没见谁家因为这些小事离婚的呀 家里可能是偏心了紫玉 也不是不能理解 那时候紫玉是一家人的骄傲和希望 小兰自己不争气 家里人肯定会偏疼紫玉 夏大军觉得夏家人做的最不对的一件事 是没问清楚王建华和紫玉的事 就怪小兰勾引姐夫 就算有误会 再生气也不能在小兰撞了墙后 不把人送医院吧 夏老太说家里没钱 夏大军能理解 但人命关天 就不能找邻居先借点 也难怪小兰喊了心 说到底都是没钱闹的矛盾 她那时候别说一个月赚三千港币 就是一个月能赚三百块 这些事都不会发生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 她的薪水能解决这些矛盾 也不用偏心 别管是送侄女上学 还是给女儿夏小兰花 她的钱都足够 夏大军出走一年 根本不知道夏家已经分崩离析 她都想好了 薪水要分配成几部分 现在杜兆辉把她从香港叫来也挺好 正好能把钱给小兰 夏大军只有一个疑惑 一年没见 夏小兰身边的人 咋那么复杂 夏小兰居然认识汤市长 车祸受伤的康伟是咋回事 夏小兰咋会坐着一个男同志的车 在鹏城街头出现 她哪里认识的朋友 二话不说就能对大少爷动手 这丫头知道大少爷的背景吗 杜兆辉讲义气 后代手下的人 但杜兆辉也很危险 夏大军知道 大少爷不高兴了 随时会把人绑着丢海里去 夏小兰招惹到杜兆辉 夏大军很害怕 大少爷 那丫头不懂事 您别和她计较 看在你的份上 我跟她一个小女孩 有什么好计较的 现在我们先考虑 这件事情怎么解决 大军啊 你可不可以帮我跟忙 夏大军重重点头 大少爷 您说 我都听您的 夏小兰也没想到 吃一顿饭的功夫 夏大军就到了医院 这顿饭吃得很公式化 做东的康联明性格 一点都不风趣幽默 加上康伟还在病床上躺着 其实 谁的心思都不在饭菜上 这顿饭 康联明第一个感激夏小兰 医院的人和康联明讲了 夏小兰顾不上 自己身上的伤 坚持把康伟送到医院急救 不放心杜兆辉的安排 自己守在急救室门口 还果断给汤洪恩打了电话 这杯酒 我敬小兰 谢谢你为康伟的敬心 他这条命 多亏你处理得好 才能捡回来 康叔叔 您太客气了 夏小兰现在 肯定不能喝酒 只能以茶代酒 他还端不起茶杯 要靠周城帮忙 康联明第二个感谢汤洪恩 汤市长 洪恩同志 我敬你 是感谢您在关键时刻 没有站在港商那边 我知道 现在招商引资 是特区发展的第一要素 有钱投资的都是贵宾 正容集团 在澎城的投资 更是不少 您这个市长 压力一定很大 联明同志严重了 谁对谁错 不是看谁的钱多来决定的 换了其他人求到我头上 能帮忙我也一定帮忙 如果人和人之间 非得分出个高低贵戒 我认为 烈士遗孤 也比富商之子更贵重 汤洪恩就是这样想的 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的 烈士的一父子的命 都要在资本面前退让 那也太让人寒心了 这种风气要是开了先河 以后谁还敢去参军 为了大义去牺牲 反正都是钱最重要 保家卫国的 不如一心赚钱好了 汤洪恩的话 让谢云红了眼眶 他眼睛里含着泪 他丈夫都没有机会 看到孩子出事 可现在 还有人记得他丈夫 也尊敬着他丈夫 他眼睛里含着�他 他最后一会 他谁是